HELLO 大家好,李奥 今天是2020年8月28日星期五 還有三天,9月就過去了 每個星期二、五我都會跟大家講講比特幣和加密貨幣 今天主要講兩個話題 第一就是一堆關於Celsus的更新 第二就是一個網站叫做Majetic5 在開始講閉價之前跟大家聊聊天 不要飛著 以下的內容和大家都會有切身影響 和可能都會幫到大家 給兩至三分鐘我再說下去 首先想報告一下8月1,000個subscribers這個目標的進展 到這一刻為止大概我們還拿50多個subscribers 就會到1,000了 即是說未來的三天每天要10多個subscribers 我們就可以達到這個目標了 都是那句大家可以幫幫手share,comment,like 月初的時候我認為這個目標是很遙遠 或者未必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所有東西都要開始了 或者有一個目標才有機會做到的 和認識加密貨幣一樣 我覺得我們個人要有少少軟健 和大膽少少去創新 剛才片頭的時候看到這個soppa都挺漂亮的 這個我想在一兩年前可以Kickstarter買的 我經常都會在Kickstarter買一些新的 或者一些我認為值得鼓勵的設計 同樣地我手上這個東西 是我大概10年前的一個作品 這個當時絕對是一個創新 還有我想說的是 當時全世界只有日本開始用QR Code 我已經開始用QR Code 過了幾年之後 QR Code才在全世界流行起來 今天也一樣 加密貨幣世界才剛開始 大家在看這個影片 都是有軟健不搜救的人 這個頻道是關於改變和進步的 無論是知識上面 身體上面 財務上面 甚至思想上面 進度都是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進步 最後說完這句就說閉價 很開心每次都見到大家的engagement很高 即是說大家在影片上面的like和comment都是很多 雖然整個video的view 未必是有幾千或者幾萬 但那個engagement的百分比是很高的 再次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keep下去 最後一個問題 大家覺得TG Group好些 還是WhatsApp Group好些 下面留言告訴我 立刻說說閉價 好 又看到這幅圖 又來到TGV比特幣現在的現價是11,402 很多朋友經常跟我討論著幣價 因為加密貨幣市場是沒有優勢的 大家都會不停忙不停忙 看得太多有時真的會神經衰弱 昨晚曾經一度我們看到比特幣的價格上升 突破了這條紫色線 但是捱了一會都是捱不到的 現在又跌下來這裏 而這個SAR這個indicator 亦都由上升的趨勢變成下降的趨勢 但是我仍然都是樂觀的 如果接下來這個星期有一個明顯的反彈的話 我仍然都是維持我的看法 9月中或者9月底的時候 如果那個勢好一點的話 我們是有機會去到13,000多的 為什麼呢? 雖然我們已經跌下來紫色線下面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周線圖的話 其實我們的周線圖 都仍然在這條紫色線上面 以及看回MACD 這裡都仍然維持在上升的動力上 在周線圖上面的SAR 仍然是上升的 所以我仍然是審慎樂觀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下跌 那有什麼支持位呢? 第一個支持位就是這個11,000多 大概11,100這個位 第二個大的支持位就是10,800這些位 我自己個人就不太相信它會跌穿10,800這些位 但是近來每次我剪片的時候就跌了 看看今天又會怎樣 好了今天的幣價先說到這裡 然後想跟大家分享幾單Celsius的更新 記得在上個星期的時候 有朋友不知道問我什麼問題 那時候我剛剛在看Alex的AMA 即是Ask Me Anything的Youtube Weekly更新 它就透露了一些關於Celsius之後的一些發展 那時候我就reply這位朋友說我會加持CEL 那時候CEL的幣價大概是0.36左右 去到今天這些消息慢慢一一公佈出來 Celsius的幣價都去到0.41 增長都有15至20%左右 首先我們看看第一個update CELSYS Network現在提供6.2%的年利率 在你頭五個Bitcoin 留意這個提供只是給美國用戶 其他地區的用戶仍然都是第一個Bitcoin 最高到6.2% 之後就視乎那個星期的利率 之前是因為一些規例 他們不可以在美國的地區直接提供一些利息 現在就可以了 那可能你就會問 既然這個利息只是關美國人事 那關我們什麼事 這件事當然會令到越來越多人 John Celsius 那麼他的網絡就越來越壯大了 當然越來越多人 John Celsius 也就是說他的Token CEL就會越來越多人買 因為收息的關係 這裡可以看一看 最新這個星期 CELSYS正付近的利息 最高可以去到15.89%的Stablecoin的話 關於利息方面不多說了 但絕對推介大家可以從少少開始 用下面的連結登記了 嘗試之後再決定加不加大的投資額 畢竟你現在放在銀行1%的利息都沒有 如果有一間值得信賣的公司 又提供到這個利息的話 何樂而不為呢 很快地說了另外兩個關於CELSYS的消息 一個就是之前他們做了一個眾籌 現在已經去到2000萬美金了 主要這筆錢都是用來發展他們的業務 其中裡面有10mil的投資是來自Tether的 即是說USDD那間公司 但Alex在這篇文章告訴大家 眾言Tether投資了10mil 但他們都是沒有話事權的 CELSYS仍然都會把他們80%的利用 分給用戶 第三就是今天會公佈的一個消息 社交媒體的通訊軟件NINE 接下來就會和CELSYS合作 合作詳情我都不太知道 我只是知道CELSYS Network 現在就有機會去接觸到NINE的84mil的用戶 即8400萬的用戶 如果有0.5%或者1%的用戶 加入CELSYS都不得了 何時都說的 你不需要相信我或者相信某一個人 你自己去Google一下Alex是甚麼人 或者他之前做到甚麼 你就會知道為何我對CELSYS是這麼有信心 接下來我都會找一集時間 講一下CELSYS借貸方面的業務 怎樣可以拿到現金周轉 但又不需要你的Bitcoin或ETH呢 接下來說今天第二個主要的題目 就是介紹這個Mandertic 5的網站 這個Mandertic 5的網站 就是一個可以聲稱 每天可以給你5%利用的一個網站 它分兩個投資計劃的 第一個就是5%日常 每天都會給你5%利用 第二個就是你鎖住你的錢 大概10個月曆日 即1 2 3 4 5 2個星期左右 它就會給你35%利息 聽到這裏大家應該提高警覺 有沒有這麼大的職格 隨街跳呢 那我們看看吧 究竟有沒有說到這些錢是怎樣賺回來 這裏有個英國的公司登記 但是大家要知道這些公司登記 跟香港一樣幾百元便可以獲得 我們嘗試看看究竟 它有沒有解釋這些錢是怎樣賺回來的 我們看看FAQ 通常 FAQ 這裏說了 How does the Magic 5 work 那它就說 它只是提到你可以賺到多少錢 多少錢 完全都是沒有說這些錢怎樣賺回來的 說到這裏大家就應該知道這個網站有多可信 那我們再多看一點 看看 按Log In 好見到這裏我有500元的Deposit 因爲它會叫我介紹的 這裏是我的Refro Link 大家真是有興趣的話都可以登記 那我在這裏 8月26號的時候 對方就幫我加入了500元USDT來這裏 現在我賺到什麼呢 可以看看 一望了 它給我的計劃是每天賺到1% 我剛剛過了第一天 所以有5元隨時都可以拿 近來我都收到一些邀請介紹這些網站 當然好像現在我介紹之餘 是用一個提醒的方式去介紹給大家 我覺得都好 因為大家越認識得多 或者越看得多這些網站 大家的防騙知識就會越來越高 但是我又不是太想把這種網站的介紹 放在每個星期二、五我們的影片 所以我有以下下來的這個決定 傳說中一些狡猾的腳底按摩 門口都會有一個招牌 哈哈笑腳 它代表某一種特別服務 所以我創作了以下下來的這個Logo 如果每次看到我的影片 左下角有這個Logo 就證明這個網站是有些特別的 另外一個決定就是 我會把這些狡猾的影片另外錄製 就不會放在我星期二、五的影片裏面 大家看的時候應該會清楚很多 看到這些網站多 近來有一個特別的想法 既然這些網站都是這個詐騙2.0 即是說它們會運行一段時間 才會突然間消失的 如果我們可以在那段特定的時間裏面 很大膽地去賺到一些很高很高的利息 那就很厲害了 我都會研究一下有沒有一些特別的途徑 可以早些收到封 究竟這些網站什麼時候 或者有什麼徵狀它們會走路 看看可不可以富貴險中求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下個星期我會介紹一間 我認為一間本地很有潛力的交易所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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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